今天不睡覺,保持清醒,這樣就能搞清楚發生什麼事了 改成早上睡覺 我只能睡覺,但今天不能睡 要不要看個電視呢? 但是我討論看電視,不僅沒興趣,還可能會更困 或者來寫一下未完成作品 不行不行,這種情況下我大腦不能運作 不如說我不想動筆 坐著會睡著,為了別睡著,到處走走吧 喔,還有一把鑰匙還沒用 就是要晚上用這把鑰匙啊 三卜先生,真的很好呢 說起來,這把鑰匙能用在哪裡呢? 太麻煩了,明天什麼意思 你明天太早,那我現在要做什麼 啊,你不是很無聊才到處走走嗎 啊,你到處走走又不去,又不去開心的房間 還是去看那個...房門 可是... 唉唷 什麼意思 啊 鋼琴突然想起來也沒有任何感覺喔 鋼琴的確發出心想了 鋼琴自己彈奏,簡直無法想像 嚇死了,嚇死了 還有什麼機關之類的,這種演奏 真是普通平板鋼琴吧 阿阿姨 唷阿 Otto阿雅阿姨 又來了阿姨又來了,我的腳被抓住了 呃呃呃呃VEL 什麽什麽什麽,我還沒有準備好 我還沒有準備好,我還沒有準備好 等一下啊,我還沒準備好啊,醬子 VA 這什麼意思,什麼意思Là 恩?我剛剛沒有地方可以逃啊 可以逃嗎? 以後帶刮室就先佔刮 沒錯 以後帶刮室絕對先佔刮 按利劍按利劍按利劍 有有有有按利劍 X劍X劍 下劍 下劍 上劍 右劍 啊 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 上手 伊 它上面 它哪裡沒去過啊? 多去過啦 額 額 額 這這邊嗎? 對以後帶刮室 就一定要先按讚 啊啊啊啊啊 就是不要啊 剩下哪裏給躲過? 這個不行 這個躲過了 這個躲過了 這個躲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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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NICE 哇 在浴室睡了一晚 感覺早上身體都會皺皺的 這個跟人魚找的遊戲好像可以併在一起 啊 早上了 已經受夠了 這種事情無法忍受下去了 早餐補先生呢 那傢伙手的觸感還留在我腳上 真的好噁心 搭給媽媽回家吧 這種地方 我不可能住下去了 媽瓜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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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裡有鬼啦媽媽 媽媽 媽媽家裡有鬼 媽媽 喂妹妹姐 怎麼了 一大早就打電話過來 不好意思 我可以暫時回到家一趟嗎 蛤 你在說什麼蠢話 發生什麼事了 沒什麼大不了的 只是有點問題 我想暫時回家一陣子 拜託了 沒什麼大不了的 事實是什麼呢 你自己想辦法吧 還是說 那是不能對媽媽說的 難以啟齒的話 你妹妹的房子裡有鬼 你妹妹好像是鬼在抓我 你妹妹好像是鬼在抓我 不能說啊 那樣的話 那樣的話 就沒有我的事了 哈哈 沒我的什麼事是什麼意思 你也是個出色的大人 要好好努力 自己解決問題 不要因為生病就撒嬌 世界上有很多病更痛苦的人 總之 那裡已經是你的家了 在那裡發生的事情 是你自己的問題 別依賴媽媽 自己想辦法 別一大早打電話給我 是為了一些無聊的事物 就這樣 再見了 躲藏店只能依靠堆屍的方法去排除玩法 對 很奇怪 但是 這也是早期 RB劇場出現的套路 那躲藏只是延續之前的套路 可是有多架的剪頭 讓我們知道可以躲哪裡 這樣子 果然不行嗎 我該怎麼辦呢 怎麼辦 要靠自己啊 媽媽有說 你要靠自己 把剩下的門快點打開 不要累了 不想開什麼的 去打開門 有鑰匙就開 對 還有要記得記錄 你能發生不可挽回的 憾事 就像剛剛一樣 OK 去開門 怎麼開門呢 這邊還有一個門沒開吧 啊開過了 這裡這裡 對對對 哈哈 不是這裡 不是這 對阿雖然可以現在來看的話 因為這個早期遊戲我覺得還好 如果以現在遊戲還做出這種無限的堆屍探索方式 我真的會瘋掉 欸這把鑰匙要幹嘛 某處的鑰匙 我還有地方沒有開嗎 我剛剛沒有開過這間嗎 其實送一把鑰匙嗎 屁啦 一把鑰匙換一把鑰匙 到底有什麼毛病 有什麼毛病 這麼爪 右側幾乎什麼都沒有 小心左側似乎有很多東西 喔手電筒 喔 那手電筒可以持有嗎 喔可以持有耶 欸那手電筒能幹嘛 他可以穿出牆壁外 坐著 這個手電筒好像很厲害喔 可以穿出牆壁外 可是我沒有什麼很暗的地方要探索啊 可是我沒有什麼很暗的地方要探索啊 喔喔喔喔這個這個 不對 壁爐嗎? 如果我在劇情有提起的地方比較安全 而特殊涵義的房間 這個設計是沒問題的 對這個沒有 他比方說 可是這個也不好提示啊 因為這個真的是太多可以 躲著點了 對不好提示啊 因為這點就很單純 我們要嘛就是必如理什麼櫃子旁邊 這樣這種的 對鑰匙換鑰匙也是崩潰 不過我今天還至少拿到了一個手電筒 讓我知道我們接下去幹什麼 好啦我先拿鑰匙了啦 那我先去開鑰匙 開鑰匙 開鑰匙 手電筒會不會沒力 不會吧 這種遊戲來設計 設計電量的話也太過分了吧 如果設計電量 你看起碼在旁邊有個指示 指示告訴我說 剩下多少趴剩下多少趴這樣子 可是手電筒有點煩躁 先關掉好了 嗯? 氣自我了 今天開門的運氣真的是差到一個極致 這個嗎? 真的是這個欸 喔有一封信 總覺得像是男性的房間 該不會是宜仗使用的房間 所以發現宜仗還活著 嚇死 喔有一封信 有一張紙條 光線照射在黑暗中尋找影子 我的光已經消失了 什麼意思啊阿姨 你就好好說好不好 不要在那裡好像在做詩詞一樣 是什麼意思 照進黑暗之中 好 照進黑暗之中我只想到那個阿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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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這邊開燈是之後我們有什麼指可以用到 等一下 關燈 害怕燈 喔喔喔ots 照入黑暗之中 bar 鑰匙 要死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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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順利了 唉唷 好啦,不要吹稿了啦 早川的編輯 您好,我是早川,辛苦了,老師 你看過我純真給你的企劃書了嗎? 新衣術的裝訂,那樣可以嗎? 可以 我明白了,那麼我們就這樣處理了 順便問一下,您的下一部作品有什麼進展嗎? 呃,我完全沒有動筆 對不起,我並不是在催您 畢竟老師您在生病之中,我只是問一下而已 那麼,有什麼消息,我有聯繫你的 請保重,失禮了 呃,謝謝 今天能玩玩嗎? 要,我今天一定要玩玩,一定要 也是呢,之前寫到一半的作品 是時候該繼續寫了 今天稍微寫一下,試試看吧 哦,還是大家想休息了 哦,還是大家想休息了 啊,寫不出來 我得寫才行,得寫才行 等鬼直接從那個電腦螢幕跑出來 為什麼寫不出來呢? 我才能,只能只剩寫作了 為什麼寫不出來 啊,事情竟然變那麼奇怪 本來就因為生病,連工作都不能正常做了 不行,我得讓腦袋橫進一下 轉換個心情 順便去便利商店買飲料吧 三浦先生 啊,只要,只要,只要有 只要有男人,就可以幫助我解決問題了 哎呀,這個便利商店關門的聲音 好可怕啊,不是那種很安心的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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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聽到這個就覺得很安心 雖然是初秋,但是晚上還是蠻冷的 不過,我的頭腦或許清醒一點了 得快點回去動筆了 還有叮咚 回家 那種地方才不是我的家呢 房子幾乎都上鎖 也不能好好休息 我感覺一切都在拒絕我 那裡一定還是阿姨的家 我是個外人 沒有我能回去的地方 啊,是啊,不回去就好了 就這樣,一直在外面都要天亮 就不用擔心被那怪物攻擊了 這裡是公園嗎? 在這裡過夜吧 不要被認為是可疑的人就好了 啊,我應該穿上外套的 但比起,待在那樣的房子裡 我寧願待在外面 好累喔,我已經不想再思考了 那個房子也好 工作也好 甚至我的病 就這樣,什麼都不要想 就這樣,什麼都不要想 就這樣一直睡下去就好了 嗯?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阿姨 阿姨 原來阿姨不是地福林喔 啊,阿姨 我有阿姨上吊自殺者 說那個地上會有一滴 一滩 溼水之類的 原來是 為什麼會追到這裡來 我,我受夠了 包包忘拿了 我必須 逃到別的地方去 誰,誰來救救我 唉唷欸 嚇死我了 不要亂挨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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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這是一次 存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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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不對 啊,不能存檔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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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來太快了 他出來太快了 哈哈 阿姨 你太快了 還是說 是我太快了 我太快 阿姨太慢 阿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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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誰知道啊 坐著 坐著太難了 坐著 坐著 你這個不對 快啦,只是他會瞬移而已啦 他是無視 阿 阿 三浦先生 救救瓜 三浦先生 阿 哈哈哈哈 不對 我覺得是那個 我們的女主主太快了 會直接撞上去 不對不對不對 三浦先生 救救瓜 三浦先生 這個家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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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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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用的地方了 救救我啊 發生什麼事了,警察嚇到了 有東西在追我,請你們保護我 你被可疑人事產上了嗎? 不是的,他不是人類 蛤? 月鋒,你好過啊 心情有稍微冷靜下來的嗎? 你說有個黑影一直追著你跑 不只是外面,在家裡也一直追你 我到外面找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異狀 你是不是天太黑,看錯了 總之呢,對我們警察來說 只能出一可疑的人跟蹤狂之類的 也沒錯啦,警察也沒錯啦 不過,今天很晚了 你可以在派出所裡面休息 明天早上,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這樣太勞煩你了 我自己一個人回去 話雖如此,高森小姐 我記得你是剛搬過來這裡吧 而且,聽說你生病了 我們不能就讓你這樣回去啊 附近有人,可以為你做身份擔保嗎? 親戚,朋友,不認識的人 高普,三普先生 親人,只有我母親 不過他住在很遠 我也沒有當地的朋友或認識的人 三普先生 三普先生 那個人是誰 他住在我家對面 自從我搬過來以後 他一直對我很親切 你知道他的聯絡方式或地址嗎? 在我家對面的公寓 怎麼住在合作社 302號市 那麼,我明天會在那裡拜訪他 問他願不願意 啊,問他願不願意接你回去 願不願意接你回去 是什麼意思啊,聽起來超怪的 他又不是我的男朋友 還是他又變成我男朋友了 嗯,那麼之後就麻煩你了 好的,謝謝你 這個時候,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三普先生 只要摸他的頭 嗯,愛情小說都這樣演的 動畫是這樣演的 那個女生就會被俘虜了 嗯,是,摸下去 我們走吧 好的 對不起喔,我說的是愛情小說 限時不要給他摸下去 絕對不行 嚇我一跳 警察突然來到我們家 我還以為我做了什麼呢 真的很對不起 給你添麻煩了 被你嚇到了呢 你被嚇到了呢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晚上一個人走在陌生的地方 那當然會害怕的 不管怎麼說 好,高順小姐 你平安無事就好了 雖然,這時說這種話 好像佔你便宜 好像有點佔便宜 能得到你的信任 我還有點高興呢 三普先生真好 那我回去了,辛苦你了 我不想回家 我不想回家 蛤? 你想去吃早餐嗎? 我有點餓了 不是的 住房子,不是我的家 我已經不想再進去了 蛤? 就說你這麼說 我也 我對高順小姐 可以告訴我 你的聯絡方式嗎 手機號碼之類的 我對高順小姐啦 每次講錯靠腰 高順小姐 可以告訴你 你的聯絡方式嗎 手機號碼之類的 我沒有手機 如果是家裡的電話 啊? 你沒有手機嗎? 那麼我想想 如果有什麼事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有新假期間 我只會在家裡 做一些輕鬆的工作 所以我會馬上趕過去的 所以 千千先回去吧 畢竟 高順小姐身體不舒服 得在家裡好好休息呢 好好喔 好的 謝謝你 謝謝你